酒后开车造成了连环追撞的车祸意外 台东一名40多岁男子 10号晚间行进了一出路口时 先是撞到一台轿车 逃逸之后 又在两公里之外的地方 撞到了正在处理车祸的警车 还波及到一旁的机车 警方闻到男子身上有着浓浓酒味 实施了酒测 酒测值高达0.88毫克 严重超标 当场将人移送法版 路旁警车本来正在处理车祸 怎料下一秒突然被一辆轿车猛烈撞击 再撞到一旁的摩托车 摩托车整个被喷飞横躺在路中央 被这么一撞 机车骑士和乘客双双倒地 乘客一度想要爬起来 但因为受伤难以站立 远警立刻上前缠扶 这时远警闻到轿车驾驶浑身酒味 立刻实施酒测 结果一测酒测值高达0.88 警车是要来处理我们这一件事故的 然后他们后来插撞 然后波及到警车 白色轿车左前方车头凹陷 还有一大块板筋掉落 另一旁警车车体也有些回损 事发在10号晚间 一名40多岁男子酒后开车 行进台东市新生路与开封路 先是撞到一辆轿车 逃一后 没想到又在两公里外撞到警车和机车 停放路旁巡逻车 突然遭到输信民众 驾驶之自小客车 从左后方撞击 导致巡逻车回损 更波及一部机车歧视及乘客 警车回损部分 警方表示估价后会再向男子求偿 男子酒后开车连环撞 还撞上警车 这下得为自己突去的行为付出代价 记得琉璃香太多报导